震撼的太鼓声 响彻在偌大的板桥市民广场 来自新北市各校的代表队 齐聚一堂 目标瞄准即将展开的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献上新北市旗 期许每位小将都能展现最佳实力 再创新北市的傲人成绩 我在这里 以新北市的市长的身份 代表新北市的所有的 所有的中等学校的所有的同学们 以你们引力为荣 自己是跟自己在比赛 自己是在打败昨天的自己 希望大家用这个精神 然后发挥团队的纪力 争取最高的荣誉 视为学校的荣耀 也视为新北市的荣耀 今年度的全中运新北市代表队 由来自88个学校 总共1225位选手组成 每位都是百里挑一的经营好手 奥运银牌得主 同时也是现任 新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黄志雄 也向所有同学们分享 自身丰富的比赛经验 鼓励选手保持平常心 才能有最棒的表现 我想当选手最重要就是平常心 我个人参加过五次的 过去叫中等学校运动会 现在叫全中运 那五次呢都拿金牌啦 那这个我个人的经验 跟大家做报告 我想比赛就是享受比赛 快乐比赛 把每一个每场的出赛 都当作最后一场比赛 去比赛就好 那平日所学把它发挥出来 我相信呢最后的成果 绝对是甜蜜的 去年全中运 新北市共夺得83金 97赢 121桶的好成绩 其中金牌数更是位居全国第三 期待新北小将们 在今年比赛中 都能发挥最好的状态 为新北市再创新高峰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报导